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Heny 還有我阿朗 今晚我們直播室 除了我和阿朗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罕有的聲音 是 家洋 對 家洋 上一次他在這裡是2015年 也不是很久之前 過多月之前 本來我們做節目 都只有我們兩個 我和阿朗 但是我知道家洋 都是因為很喜歡這套電影系列 超級粉絲 我知道他也是 所以 邀請家洋 我們今晚一起講這個 著名的經典拳擊電影系列 今晚節目主題 就是樂器傳奇 聽到都很興奮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是 但我發覺其實不是很多人有看的 咦?不是很多人看過 可能是頭那集 或者是第六、第七集 中間那些都比較少 是啊 會不會是因為太長 太耐追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因為很多人不懂分 就是他們印象中就是 Rocky就是Rocky 他們會懂得這個名 然後哪集打哪集 整個故事的脈絡 大家都 不會知道有阿波羅 對 未必會 這麼深刻 可能是 但我們今晚將會 由第一集 去到第六集 再加上最新上映的CREED CREED有沒有看 CREED你還沒看? CREED你還沒看嗎? 還沒看 我們盡量不劇 因為這部影片 我相信大家都很耳熟能長 但裡面 Rocky這個人物角色 其實 在當時 史太龍 阿龍哥 那時候 都可以說是 他現實中的 一個寫照 因為怎樣這樣說呢 其實 阿龍哥 還沒拍Rocky之前 是 都很不行的 好 都可以算得上 是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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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這樣說呢 其實 那時候 阿龍哥 是沒有歌學歷 就是 都是 只不過是一個 粗人一個 對 粗人一個 但是 他又很想出人頭地 不過 在拍Rocky之前的事 就是 其實阿龍哥 以前曾經是一個 都算是一個AV男優 真的硬著頭皮 拍鹹片 也是試過 那 他都OK 但是 那時候 這麼年輕 當然 但是 阿龍哥 就在受到 阿里的一場 拳賽的啟發之後 就寫好了這個劇本 甚至乎 當年 是 拿著他那本 劇本 再來銷售 對 吃了很多間閉門羹 甚至乎 其實到最後 美高梅 是肯買他的 他的版權帶其實都不是很貴 對 甚至乎他給了很多很苛刻的條件 例如 人工不算高 還有製作費 在那時候 都是 相當之低下 其實 在電影的製作費來說 是 但是 阿龍哥 是不介意這件事 他 幾惡噓的 offer 他都肯接受 他為了什麼 就真的 只想要一個機會 很堅持自己做主角 是啊 是啊 所以 那時候 阿龍哥 他是編劇 還有 做主演 但其實他只可以收 主角那份的錢 他就是 而電影入面的 阿Rocky 其實也只不過是一個 業餘的權手 很不務正業 甚至乎 都只是 他收入來源不止 那些小型拳賽 小型的地下拳賽 其實還有 幫 幫 收櫃里 收櫃里 是收櫃里 不是 亡應該沒有錢 對 他真的很窮 對 那些 收數佬 對 所以他這些 人生 其實可以說 是相當之毫無意義 和毫無目標的 而他喜歡的女生 Adrienne 就是他的好朋友 Polly的妹妹 其實這三個人 在他們生活中的小鎮 其實是毫不起眼的人 之餘 其實都周不時 隔離鄰舍 鄰居 街坊 都是嘲笑著 這班人 其實都是 LUSER 失敗者 而久而久之 Rocky甚至乎 是連自己對夢想的追求 亦都是 自今放棄 即是 就算有機會放在你眼前 你自己都不敢去碰 的一個心態 是 是 他 這個劇本裏面 和他的真人 其實都是一個活生生的美國夢 當年 就是 美國當年 還是一個經濟崛起的年代 很多人對於這份美國夢很感動 所以當年這套戲 都幾洪洞 是 沒錯 對 但其實 如果我們現在再看 其實 我都 發現到 有很多 見到 我看的時候 很多共鳴 某程度上 都有一些 我沒有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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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打不打拳 其實 而是 現實 不斷打擊 和磨蝕自己的意志 和目標 這個一樣 但是 心裏面 始終都很想 有人 可以 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證明自己 這個也是這一部 劇 Rocky這個人 想 代表 即是開始這一集裏面 他想代表的 這一種 心態 這種精神 其實是 還有這一套戲裏面 他拍了很多 一些 男人的浪漫 是 一些孤獨的 一個男人孤獨的時候 會做些什麼 除了經典的在街上跑步之外 還有 養寵物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他那隻龜 真的養了很多年 對 他那隻龜 他也很喜歡其他動物 話說當年 Adrian 在寵物店 做事 他每天去寵物店 算是半買東西半調戲 想混合他 對 對 除了說動物之外 現在大家在畫面看到那些 在Polly做事的那個 牛的套房裡面 在打牛肉 自己在加油跑步 很多這些浪漫 開始是很安靜的 對 連音樂都沒有 只聽到自己 自己在 自己一跑 到後來就不是 到後來就不是 到後來就有了 首歌曲 其實是一些 讀L的頭蛇 對 很多都是 心底裡 都有一個 Rocky的形象 嗯嗯嗯嗯 沒有他那麼帥 哈哈 很可笑 可能自己在 努力的時候 都可能會在心裡 想像到這件事 可能都有機會 是 還有這部戲裡面 為什麼是一部 我認為為什麼 是一部 全世經典之作呢 其實還有 這部戲裡面 有幾個 角色爆發的位置 也是 很有共鳴的地方 例如 老師傅 M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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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Rocky 接受了 APOLO APOLO 那時候 已經是 世界重量級拳王 但是呢 就想搞一場 在費城 搞一場拳賽 來去 給機會 一些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出頭的人 可以跟我這個冠軍 去打一場 是 都是這樣說 一個美國夢 是 但是 APOLO 當時想著對方 就打就算了 是 打表演的 是 那時候 Micky 剛剛也說是一個老師傅 所以 他向Rocky 自戰 去做一個 經理人 不是教練的身份 去營戰 APOLO CREED 這個重量級拳王 但是 反過來 Rocky 是不滿他 那麼多年來 忽視他 嗯 但是 Rocky 即是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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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心底裡 其實真的很誠實地 是想 Micky 去幫他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之後 Micky 真的很落幕 被Rocky 罵走了 之後 這個鏡頭 Rocky 追回出去 其實 沒有任何一句對白 甚至乎 沒有計劃一個近鏡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其實 這個段落 也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 一些 情義 可以說是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剛才阿朗說的 任何男人浪漫 其實也是一個 因為 整個 Rocky 好像都沒有什麼提及 Rocky 自己的原生家庭 他的家人 媽媽 長輩 其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父親 來的 某程度上 都可以說是 父親的形象 這一份 男人和男人之間的感情 和和解 還有 Adrian 向Polly 爆洩 那場戲 應該說是 就是 照顧了Polly 這麼多年 Polly 依然 用了Loser的形象 去看自己 令他自己 亦都看不起自己 這個 這兩個位 也是很 動人的地方 對 Polly的角色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 他中段 他有一個部分 他好像很想拿著掃 在Rocky身上 拿到一些東西 所以他很想安排 就是又安排他 安排記者 去拍他 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為了自己 不可以說 完全是為了Rocky 這個角色很寫實 對 這個角色很寫實 還有 人是這樣的 對 有這種 比較壞的面 但之後 他們 他和Rocky之間 又會和解 嗯 沒錯 還有 甚至乎 Apollo和Rocky 打之前的 那晚Rocky 睡不著 走到這個比賽場館 看這個場地的時候 他和主辦單位的老闆說 喂 那條褲的顏色不對 為什麼那些顏色調轉了 就是 你的Post是 我的褲是 主色是紅色 褲色是白色 但是我穿的那條褲應該是 白色主色 紅色主色 不是 紅色是褲色 這個其實都是 作為一個 對自己熱愛的東西 有堅持的時候 他才會這樣堅持 這個也是一個 共鳴點 我覺得 同時也是被人見到 可能主辦單位 都不太重視他 是的 沒錯 是的 剛才我們沒有什麼 談及 那條感情線 那條感情線 那方面 有一幕很經典 就是在流冰場 那一幕 是啊 沒錯 這個是一個 剛才出過這張圖 這個是一個 都應該是影史上其中一個 最浪漫的鏡頭 我覺得 真的有點頹廢 所以表面上是很頹廢 但是 真的是一個 都很觸動的位置 那 又要說回 這個 阿波羅 他在廢城 搞這個拳賽 想令人更加相信美國夢 但是Walky這個人 其實就 什麼都不想了 他只是想 堅持到最後 他不是想贏 但是他 只不過是想 捱到第15 因為拳賽是有15個回合的 只要他捱得到15個回合 自己不倒下的話 那他就覺得 都會當贏的 是的 數少當贏 是的 沒錯 他一直概念 我不是要有多厲害 我總之不倒下 就是可以了 這個就是 亦都是想證明 自己不是一個沙包 不是一個廢柴 所以這部戲 到最後 這個結局 我覺得 真是賺人熱淚 其實是 就是當Walky打完 這個拳賽之後 他是很不顧結果 他心裡 只是想著 Adrienne 眼中的愛人 Adrienne 在他身邊 明瞭你在那一瞬間是不重要的 只要你心裡 喜歡的那個人 認同你 在這一刻的腦 是 有 有 有 一個成果的話 那 所有東西都已經是 賺回來 我覺得這個畫面很動容 都是 其實有 有少少是 第六集 有些首尾呼應 第六集的結尾 其實都是這樣 他打完之後 宣布賽過 他又是 頭也不回 自己走過去 這樣 但是 我以為那裡已經是真的結局 誰知道 多一集出來 是的 所以 結果 這個 AV男優 那時候 那時候 還是AV男優的 龍哥 一波翻身 就靠了這部 Rocky 厲害 低成本製作 沒錯 而且 龍哥 也是好像Rocky一樣 證明了自己 不再是一個廢人 他是一個有用的拳手 所以 還要說一件事 就是這部戲之後 不單止 票房 和獎項 這麼簡單 甚至乎 變成了一個 美國人的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文化 symbol 其實是 甚至乎 當年Rocky 在跑 操練的時候 最後 Rocky Steps 好像是 在一個 廢城藝術館外面 的 樓梯 那條樓梯 真的 明明了Rocky Steps 甚至乎 其實 在旁邊 也有一個 洛奇象 來去 表揚 洛奇這個角色 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猜 每一天 還有人在上面扮Rocky 你問我 如果我去到 我都會 我都會 你上過找到很多 是啊 一定有很多 就是 如果我 如果有機會 去美國旅行 我真的 都很想試一下 不過說 當年這一幕 是很闖絕地拍出來的 就是說 當年 沒有計劃到 去拍這個 跑上樓梯 然後在頂上 舉高雙手 這個動作 但是 當時跑 去到一個位 就覺得 好像要找一個地方 完結 然後就經過這個地方 就這裏 那些 就很快地拍完 其實就不是一個月才有 預先有訂場 或者有什麼事情 嗯 所以這個 無心插樓 但是 結果真的是扭成音 結果是 所以 對 今節說完我們 經典的樂奇 第一集之後 我們第二集就會說 樂奇 我們由第二集 到第五集 我們將會 對 好了 我們去一去歌 好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 講完七六年第一集的樂奇之後 當然第一集成功了之後 當然之後也會衍生出 第二集 對 這個是一個 會一直停拍下去的一個系列 因為那時候美工媒 覺得這個 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一個 搖前樹 可以說 樂奇是一個 所以 然後 過了大概三年之後 這個樂奇 就 捲土重來 那 但是 要說一說 其實二至五集數的 Rocky 其實也是講述 Rocky 在不同 就是打完這個 Apollo Creed之後 當然人生會一直走下去 對不對 在他人生不同的階段 其實也是遇到不同 各樣的挫折和挑戰 可以說 那 這個第二集的 Rocky 最後 是賽和了 Apollo Creed 那 賽和了 但是那時候 打和了 他們也是要 評委會 是不是叫評委 評判 對 有三個評判 對 三個評判 他是要贏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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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眾 仍然覺得Rocky 是贏的 沒有想過 當時 沒有人會想過 Rocky 在擂台上 可以和 Apollo 這個世界重量級拳王 是可以 周旋到最後一個回合 都不躺下 那麼 這個 賽果 那時候 震驚了整個美國 亦都是令到Rocky 是 人氣急升了 當然人氣急升之後 亦都是有很多 廣告 贊助 合約都 雙手奉上 可以說 亦都令到Rocky 是 由一個 沒什麼錢的 窮人 一個小運運 突然富起來 但是 我發現很多 一些突然發了的人 亦都是 很多時 會 變得突然很大花童 而Rocky 亦都是 因為 大花童的關係 亦都令到 他很快 就 由 有錢 變回 入口圓形 買了一層樓 我記得 有買車 有買樓 什麼都買 還有他做不到一些賺錢的工作 他拍不到廣告 也接受不到那個世界 他自己都不屬於那個範疇 很隨便 因為整個Rocky 描寫這個角色 其實是一個蠢人的嚴格 應該說是很昂直 應該說是一個很昂直的一個人 應該說是一個很昂直的一個人 不是很會用頭腦的一個人 對 那Rocky 又生雞變鳳凰 再打回到圓形 甚至去到一個更加困 怎樣 一個癡局 他可以說是 他已經說不想再打拳了 打完Apollo Creed之後 但是他又找不到功 當然 找不到功的原因就是 好像這個大明星突然去麥當勞找工的時候 然後說 哇 搞錯 你大明星真是 你一個拳王來的 為什麼來我去打工 美國經濟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他 現在說他是做那個肉廠 那些肉女分割員 肉女分割員 都要被裁員 對 甚至Rocky因為是沒有學歷的一個人 所以他找不到一份 蘇蘇薄薄的文職工作 大家都很想做這些事情 其實套路都是每一集 他都是被迫打拳的 對 每一集他都其實是不想打的 對 Rocky又放下不到身段 去做孤雷的工作 所以 也可以說是 大家都會見到Rocky 是很落魄地在這個逃房打工 但又打不長 而另一邊箱 Apollo 是不甘自己是被人笑話 因為他是一個拳王 但他居然打不贏的一個 他是打贏了 不過是 沒有人覺得他贏了 沒有人覺得你們贏了 覺得好運 覺得他各樣東西 對 所以 也都是想 再向Rocky挑戰 這次一定要贏你 這個挑戰者的身份 再次來一個 第二集的劇情刺激 其實都很簡單 但在展現Rocky 跌下去又再起身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 仍然是很吸引人的 我覺得最吸引不是他的低潮再起身 而是他有一種 我講得比較通俗 就是一個人進了娛樂圈之後 很想離開這個娛樂圈 但是被迫又是要進去的 這種感覺 我會看這種感覺 還有阿波羅 他那種不服氣 是一個重要一點的元素 而多於人生的低潮再升回 OK 是 這個也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成功的元素 而且 剛才說的感情線 就是 Adrian 當時是 開始幼了 大途了 結婚了 然後她的生活開始 有錢 哪裡都沒有錢 要出來 再去做衝物店 其實就回到第一集的 是有來過 可以 但是 其實Rocky這一生的轉捏點 其實不單止是 Apollo 就是剛才嘉楊說 他和Adrian之間的愛情 他兩個 對對方的互相信任 和 他兩個之間的愛 亦都令到Rocky 是可以 變得堅強起來 是可以面對很多困難 再打下去 相愛 就是說一個 完美女朋友 或者老婆的形象 對我來說 Adrian 這類就是 第一集 他不是很漂亮 但他很 持家有道 很斯文 很了解 是一個 很撲實 但其實另一面 他又很強 是 他可以 遇到困難的時候 其實他比Rocky 更加強 更加默默支持整個家庭 和Rocky的一些決定 其實 尤其是 不過一會兒再說 到之後的集數 他更加強 在適當的時候 他可以站出來 撐著頭家 或者撐著Rocky的一些夢想 嗯嗯嗯 這個也是 於是 Rocky再次接受 Apollo的挑戰 然後 講完第二集之後 其實 很快地 又去到第三集 第三集 這個虎威 是 Rocky呢 有一次 就 打野 啊 要講一件事 我忘記了 就是 每一集 就是由第二集開始 到第五集 每一個開場 都是成接上一集的 拳賽 就是最尾那場 拳賽來 是做一個開場 就是 一來是 叫做 給觀眾 你沒有看過都可以看 是的 做一下功課 一做功課 二就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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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麼 第三集 的 樂奇 有一次 打贏了 是 真真正正正 打贏了 但是呢 到了之後 這個第三集 又被 這個 Krooper 這個業餘 拳手 就打低了 是 對了 那 不單止被人打低了 甚至乎 他都是失去了 我們剛才第一節說的 這個 他 Rocky 的 教練和經紀人 Micky 很悲痛 的一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 是他失去了 鬥心 整個人 馬上掉了 到谷底 沒有了一個 因為 Micky 對於 Rocky 可以說是一個 良師 更甚至乎 我們剛才都說過 好像一個 Rocky 很久沒有出現過 一個父親 的 好像一個父親 其實 所以 令到 Rocky 可以說 一蹶不振 那個時候 但是 剛才 嘉陽 也有說過 Adrian 這個角色 在一個 很適當的時候 發揮出了 一個 強悍的 老婆的 一個形象 可以說 這裡 要補充一點點 其實第一集 第一和第二集 就是 Rocky 和波羅 第三集 其實就是 阿波羅 去訓練Rocky 對 阿波羅 是 武術自治 因為 Rocky 沒有了 Micky 好像整個人 不單止是昨天 是方寸大暖的 這個時候 阿波羅 是 作為一個 可以說是戰友 對 其實是一個鋪排 武鬥心 講到第二集 拳龍之後 其實一直打 一些 很容易打的 拳賽 贏了很多場 贏了很多錢 然後 那個 那個叫 Crupper Crupper 對 又看不到 玩樂挑戰 到到 Micky 又死了 一堆東西 完全跌到 Micky 很早死 不是 他打 Crupper 之前已經死了 對 對 以針在命 法 這個 Apollo Criton Rocky 其實都是一個 化敵為有的 一個 轉捩點 其實這個 真的是一個 Rocky 的 轉捩點 那麼 這個 也是 我 剛剛 第一節 和阿朗都在強調 又是一個 很男人浪漫 可以說是 對 這一集 就在第七集 裡面有一個 新的 我們現在看到 Criton 裡面有一個元素 就是在這一集裡 很大的元素 就是 Apollo 以前 在 發圍的時候 那間拳館 很upup的拳館 是 加州的 是的 當時 Apollo 就帶了Rocky 去那裡做一個訓練 而最新這一集 其實 在那裡 都在那裡有一個訓練 嗯嗯 剛剛 我們 講 Crit那一節 我們真的會 講更加之多 有什麼致敬位 這個第三集 當然到最後 是打贏了 這個Clubber Rocky 是 來到第四集 的Rocky 這個龍拳虎威 就不再是單純的 一部是 中文月明這麼奇 好傳 真的叫龍拳虎威 第五集 第五集叫露火龍拳 喔 怪不得了 他都撈亂了 我不知道 1、2、3、4 我也是 我不知道他的命名 第四集就是龍拳虎威 那時候 就已經不再 只是單純第一部 勵志 運動去變 因為那時候 1985年的時候 也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時期 是很如火如蠔的 那時候依然 都沒有升 對 所以 這個Rocky 電影系列裡面 就加入了蘇聯對手 Draco 打蘇聯佬 除了蘇聯佬之外 前面還有一個是 縮割的 那個不關事 很搞笑 那個也是 我覺得有點假的 那個當年 是很出名的 我小時候有看的 真的是縮割的 對 真的是縮割的 很出名的 這個Draco 在蘇聯的機械化訓練之下 成為一個重拳的空氣 甚至乎是把Rocky的自由 就是這個 Bolo Creed 打死了 在場上 是 這個 又是一個Rocky 又要面對的 其中一個難關 這個Rocky 第四集 政治形態 其實我個人覺得 其實跟Rocky 自己本身 個人 代表的精神 其實我覺得 不是很合格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會有點誇張了 這一集是誇張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二汶二 我剛才說的 對 這就是二汶二 對 我覺得是 現在最新的一集 是二汶三 對 二汶三其實可以抄 這個 太神 就是術國 我也是 搞笑 二汶Rocky化這個現象 其實可以再深入探討 對 這一集 除了剛才說 這個 他最好的朋友 波羅死了之外 就是他自己一個 去到蘇聯的時候 要面對那些 又是一個孤獨一人的時候 不是 他帶著 Polly 和老婆 他老婆之後 對 他老婆之後 都是之後 對 Apollo的教練 又跟著他 對 這一集之後 都是Apollo的教練 跟著他 對 這集雖然說 你說風格好像有些不同 但其實我覺得 不是特別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 一個人在人生裏 我這樣看 一個人在人生裏 可能在不同的階段 遇到不同的東西 他當時是 在劇情裏面 被譽為是一個最代表到美國精神的人 所以就抽了他去做這個 他根本就是政治展示 這個就是一個 所以也是 Rocky這個角色 就是 我看的時候 就是很刻意地 去打造一個 政治符號 可以說是 被打造了 甚至乎 有少少 就是 用一個現代 電影的角度來說 其實Rocky就好像一個Super Hero 這樣 打到整個Super Hero 有少少少 但是本身 好像剛才這樣說 跟Rocky那個人 那個想法 那個 就是他本身的人的性格 其實就不太合格 就是 就是說 譬如他自己最後 為什麼會 就是說他去過蘇聯 打 打一場比賽的時候 他都是說 一元都不收 什麼都不收 我純粹就是為自己 為朋友過去打 就沒有說到 其實一路都沒有說到 一些政治 或者國家的大事 有提及過 希望是和平 之類的 最後的事情 已經是 就是 我可以變的時候 你也可以變 最後一堆八集 好像有少少像 因子丹主美說的 對 對 對 這是第四集 之後 又說到第五集 第五集 都很強 第五集 第五集是路火龍拳 其實我挺喜歡的 對 第五集 那時候Rocky 繼承了Micky Micky 那時候 留下了一間拳館 給Rocky去訓練新人 那時候Rocky 發掘了Tommy 這個年輕人 希望他可以繼承到他的衣撥 但是 當Tommy 跟Rocky拍住衣 碰了的時候 居然 背叛Rocky 投靠了另外一個 相當之狡猾的 叫什麼 一個雙人 可以說 全賽搞手 對 這個全賽搞手 Duke 所以 今次的Rocky 他的戰場 其實是有別於 之前過往幾集 擂台上的較量 那麼 Rocky回到廢城之後 其實不單止是 內心的一些掙扎 甚至乎 剛剛都說 Tommy背叛他 甚至乎兒子 兒子也認為自己是 生活在Rocky的陰影底下 所以 這一集 擂台不再解決他 所有屈結的地方 而今次 也是 非常之特別地 是 移私了上街頭 這一集其實我幾喜歡 不過 當然坊間評價 我都知道 其實這一集 基本上是現在最新一集的 一個 整條續線都在這裏確討 主要的擦口能力 對 講一個全城的關係 誰好的話 這個大家自己判斷 但是 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會見到 其實Rocky仍然都是他自己一個人 仍然都是他的性格 他仍然都是希望所有事情做好準備 這個年輕人 他其實就是 急於出賽 很想快點出賽 其實新一集 都有見到這些元素 那就是 當他 頂不住Rocky 他覺得Rocky一直不給他機會 他就投靠一個 商人 這個商人 就說到 就是 騙騙騙就說 如果你繼續 在Rocky的影子之下 你永遠不能出色 那些 最後他真的被他成功 這個年輕人 都尚算成功 最後他竟然走回去找Rocky 他走回去找Rocky的時候 Rocky 這個最後的衝突 其實是一個 可以說是 愛之心恨之切的一個場面 其實Rocky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一直都沒有生氣過他 甚至他叫做 背叛了他 跟了另一個有錢人 去做一些Rocky本身都不太認同的事 但是Rocky 在他背後跟其他人說 都仍然是 覺得他很好 很厲害 只是一時間 可能想歪了少少 是 叫人不要中傷他 是 他這一個 也是一個 叫做 彰顯回Rocky 其中一種精神的 他都把自己的一些奇目 投射了 在他身上 就好像當作一個兒子 因為這一集 其實我都認同 不是差得那麼重要 是因為他 他把很多精力 擺在描寫父子之間的感測 對 這條線 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一集裡面是寫的 比較上好的一個部分 其實很厲害 我不明白 為何他會這樣承接下去 他兒子從第二集 第二集就大了 第三、第四集慢慢大 其實是廉棄的 就是他兒子的性格 那個素造 那個成長 其實如果你只看一集 可能不是這麼完整 但當你整個系列這樣看的時候 一直看到第六 甚至第七集 你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繼續在成全 是呀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寫 或者很難拍到 經過三十幾年 經過三十幾年 他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每一集都是這樣的樣子 是啊 不是每一集都是第一、第二集 是第三集 對不起 這一集的 Rocky的兒子 真的是史塔龍的兒子 是啊 即是死了那個 是不是死了 後來不是死 好像去年不是死了 這個我反而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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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那個兒子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人 那有可能 我回去再檢查一下這個 或者聽眾 如果有聽到的都可以 他的感情的交流是不錯 講父子情 由他 就是 兩個很 是 一對很感情很深厚的父子 到後來 因為他將他的父愛 投射在我身的權手上 是 所以都是忽略了他 是 就是 令到兩個人的關係之後 都變得很緊張 可以說 沒錯 之後在第六集又再承接 這個時候 是啊 很準的 那我們又講完 這個二至五的Rocky之後 我們就 下一節就講一下 第六集這個 Rocky爆波華這個Rocky 拳王再想 我真的以為是最後一集 是 好 我們去一去歌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 剛剛那一節就講了二至五集的Rocky 之後 時隔大概十六年之後 Rocky就是重臨銀幕 是 但是 當然 史太郎 龍哥 在那時候 已經是 跟Rocky一樣 其實已經是不再年輕 不再打得了 所以 Rocky這個角色的威水往事 也是只能夠回味 Rocky是這一套的Rocky爆波華 這套Rocky拳王再想 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 Rocky開了一間叫Adrian's的餐廳 去紀念他已經過世的外妻Adrian 又是一個寂寞的開始 對 很孤獨 是一個 而每一晚 當然 因為Rocky爆波華 在廢城來說 是很出名的一個名字 所以 很多人都慕名去 光顧Rocky這個傳奇的名字 而Rocky當然是 以老闆的身份 經常都會跟客人 分析一下 全盛時期的威水市 但是 亦都是不減 那種落幕的感覺 是一種很 毒藍的感覺 可以說是非常之 那間餐廳也是一個 好像希來洋的很多客人 都是一個很寂寞的地方 他還收留一些過氣的拳手 在這裡做 免費的賜餐 都聘請他們吃飯 但是 其實Rocky也是一個 很有人情味 很有人情味 對 而 另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 支線 就是Rocky 和他兒子 Robert 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不如意的 而Robert 經常都 以 覺得 Rocky 這個父親的明星 亦都是 令到他 很大壓力 甚至 沒有辦法 他自由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即是他不是他 是Rocky的兒子 就是因為 你是Rocky的兒子 所以我聘請你 你是Rocky的兒子 所以我什麼什麼 對你好 就是因為你是Rocky的兒子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大一個心理的 可以說是一個陰影 可以說是 但是 Rocky 她自己 也是重遇當年的 一個小角色 Mary Mary 當年是一個笑不爭的妹妹 大過了 有了家室 但是 亦都跟Rocky一樣 其實可以說 都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即是第一集 會有一個出場一陣的妹妹 Rocky 醒了她幾句人生道理 是的 但反過來 被這個妹妹 厲害 還能接到 是的 這是一個全程 很有趣的 四十多年後都接到 沒錯 是的 所以 我剛才也說 其實 因為 大陸集之前那兩集 我覺得是有多少 Rocky是英雄主義了 那 之後 回到這集第六集 我覺得反而是反撲歸真 其實是 即是前半段 不單是Rocky在懷緬過去 甚至乎 其實他自己 Rocky心底裡 亦都還有一份 希望 希望什麼呢 就是希望 能夠聽到觀眾 再向他歡呼喝彩的 一種感覺 是的 所以 出了名是鐵漢的龍哥 其實 來到這個年紀 其實也不再 把自己筆下 Rocky這個角色 是 將他擺到有多高 如何神化 而是 將他變回 一個煩人的一個形象 我覺得 這一集 Rocky爆波 是 感覺上 是親民的 其實是 嗯 我覺得 其實在第二 即是 我不會就這樣說 親不親民 我仍然都會 當是一個完整的人生 那 當你年輕的時候 當然是 可能有些 可能 妄狀 妄狀 笑不驚視 衝動一點做事 可能真的有你講的 可能覺得自己是英雄 或者是 人家將他塑造英雄 因為當年 在戲劇裡面 他的確是一個 就是世界級的權手 這樣 所以被人捧為英雄 真的不出為奇 到現在他年老了 即是 一個人生到 差不多退休的階段 這樣 回到 真是一個 很簡單的 一個生活的階段 但是他自己的心裡面 其實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對拳擊的意外 是未燒到盡的 而且他真的很想 再一次有一個機會 是可以去 燃燒最後這一點的意外 這些是一些 男人的浪漫 其實你講Rocky 是講他 我又覺得 好像阿朗這樣說 整個 整個 這麼多集 是一脈相承 其實他又從來 我不覺得 是會有離地的一刻 即是他由第一集 他有一個小運運 即是他到第六集 開叉燒廳 整個過程 他真的做到很離地 很有錢 很權王 那些片段 其實是很少很少 第二集開頭 那些 是很少 是揮霍一點 第二集 其實他都不是很有錢 因為 講到他第二集 他贏了第一場 即是打完第一場 拳賽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很有錢 他不是拳狼 是揮霍在自己心內的心上 是那一刻 但是 到最後 其實他都是以一個 平民的形式出現 就不同 即是 看別的電影 那些超級英雄 應該就差很遠很遠 那 故事的發展是 一個新任拳王 Mason 就想 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於是他 挑戰 已經是六十歲之靈 的 Walky 六十歲 已經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 這個設定 跟第一集都幾相似 對 但是 樂奇路爾 但 上輪飯堡 這個是一個 我會這樣 去概括 這一集 就是 Roki 的心態 那 對 拳擊 緊存最後的一點點的意外 也是令到 Roki 是可以 有用力再次走上 這個 擂台上面 那 還有呢 其實有 Roki 在一些 煽情的段落 我這個人 一直以來 是相當之喜歡的 那 所以呢 他前半部 有一段 是露斥 這個 拳擊 理事會 以他 年紀大的問題 不肯發牌給他 嗯 即是他還能打 他所有 即是 身體上 沒有什麼大問題 過了 過了 但是 就是因為你年紀太大 我們都不敢 我們不敢給牌 我真的怕你出事 但又真的 60歲 怎麼給他 但是呢 Roki 以這個 自由的 名義 即是想 這個國家 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為何我不可以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掌握自己人生 是的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 我覺得是很觸動的位置 甚至乎 還有他兒子 是把一些 不清心的東西 都怪咎到他自己的父親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但是呢 這個 Roki 這個父親的形象 亦都是 很適時地爆發了出來 都是 好地為他兒子上了一步 可以說 在那個 餐廳的後巷教訓 他那間幕 都很深刻 是經典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個人覺得 這個打拳的人某程度上 都有點哲學家的感覺 好像李小龍那樣 李小龍又不是真的打拳 是的 但史太龍 在Roki 這個角色 第六集 哲學家的情緒 好像有點 開始龍偶了 特別是他教訓兒子 他有說 打拳其實跟人生一樣 最重要的就是 你打到多少拳 而是被人打低了 你再站在身上 你可以接到多少拳 但你還可以站在身上 你還可以站在身上 是的 這些經典對法 也是很哲理的 其實 是的 所以這部電影裡的高潮 依然都是Roki 在這樣的年紀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跑步和操練 我覺得那部電影還很鼓動人心 因為其實那部電影是 他主要是跑步和某跑步 他的練法是不同的 之前一集都很相似 第六集的練法是有些不同的 是的 以操練的機力為主 是的 因為他已經不可以 這個年紀沒有辦法 就好像年輕的時候 跑得那麼快 於是乎 更加要以力量為主 當然 最後一場Roki的告別戰 亦都是相當之令人引頸以待 那麼 Roki老了 但是他憑最後的康熱血 嘗試給自己一氣到底 到底Roki又 可不可以在擂台上 找到自己一個想要的結局呢 這個 亦都要交給觀眾自己看 其實男人 我不知道 我常常想知道 因為我沒有試過跟女生看Roki 其實我很想知道 女生看完 是不是有沒有感受 我自己看Roki 有幾集 我都真的看到哭 我看起來是不會哭的 我也是 我哭得最厲害 其實是第一集 是的 那個感情 那個浪漫 那一種浪漫 那一種孤獨 那一種對 一樣東西的熱愛 我今天剛剛看平安日報的一篇報導 說一個男人很喜歡踢球 但是呢 左腳 人帶又不知斷過三次 十字人帶 右腳斷了一次 那她老婆就不讓她踢球 趁她最後一次入獄 她把她的波靴 丟掉了波靴 丟掉了波褲 還想把她的波衣 還要跪在這裏 叫她老婆 她老婆才不知 然後呢 後來她還偷偷地去 現在觀塘的廠下 室內的那些 去踢球 她一朋友問 為什麼你還可以來踢球 她說 我真的不行 我做龍門 我也想參與一下 這是對自己熱愛的事情的一份堅持 她說 我偷偷地今天帶了金絲眼鏡出來 假裝去街 她老婆連隱形眼鏡都不讓她再買 然後她說 她知道她會穿球 她說特地買一雙花一點的波搏 然後假裝去街 然後出去踢球 這是真人親事 蘋果日報一篇報導 我就想起 男人是會有些這樣 就是對運動 對一些Rocky拳擊的熱愛 我不知道女人是不是 這一輩子都不會明白 又會是哪一回事 這個 如果有機會 又想看過Rocky的 我真的這麼多集 我想問 Rocky第六集 都在說 她內心裡面 好像有一隻野獸 一直衝不出來 一直做不回想做的事情 每天在這個餐廳 講一些拳擊的故事 但沒有機會 會真的落場打一場去完成 最後一些心願 一些路火釋放不出來 這個是明白的 嗯 但又很有趣 Rocky 我們剛才說到 這麼男人的浪漫 但整個系列的戲 完全沒有說 一些很大男人主義 沒有去小男人 完全沒有去小男人 對 完全沒有一些反女性之類的 回到家的時候 回到家的時候 很乖他們聽 是的 是的 我看這麼多電影 如果說一個最完美的男人 角色來說 Rocky都應該是數一數二 沒有老公 她的用情 專一 她的用心 她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是是一個很專一的人 很肯去哄她另一半的一個男人 這個是 真是磁櫃不如 很純粹的一個人 很單純 很天真的一個人 對 眼裏面 除了拳擊之外 就是愛情 就是 就是老婆 對 也不一定的 對 對 講完這個 我們 第六集的 Rocky 爆波華之後 我們 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最後一節 我們就會講一下 現在現正上映的 這個 Rocky外傳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又 講完這個 六集的正傳之後 現在現正上映的 這個 CREED 這套就是 叫做 樂器外傳 王者之後 其實中文很難譯 很難的 很難的 CREED 你 香港的字幕 是怎樣譯的 沒理由會直接叫它的名字 對嗎 西片流行的 港產片永遠都不會 而CREED 這個字 也是有一個 在字典上的解釋 就是一個教條的意思 沒理由叫教條 應該不會這樣譯 對 沒可能 對 所以 最後一次借用了 樂器這個 名字 但是 裡面這部電影 龍哥和Rocky 一樣 其實在 這個 CREED 裡面已經不再是一個 真是 落場打的 一個 人物的角色 Rocky 已經是真真正正正的 退出了這個 拳計 怎麼說 跌了心水 一路搞 他在餐廳 一路養老 可以說 如果再出來打 真是很講不通 真是很講不通 真是不可以這樣 再出來打 已經很加厲 對 不要這樣搞自己 對嗎 對 而這個CREED 到底是什麼人 黑人 年輕人 到底是誰 這個男人 就是 Adoris CREED Adoris CREED 是什麼人 其實我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我剛才也有提及過 Rocky的好朋友 Apollo CREED 是世界的重量級拳王 而這個Adoris CREED 是同性的 也是很呼之欲出 他的身份 就是Apollo CREED的後代 是他的兒子 但其實 好像是私生寺 是的 即不是他之前 之前有出過 有老婆 但不是那一個 是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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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老婆的另一個兒子 是的 而這個 另一個 不是老婆 不知道 是的 是情人 OK Adoris 就是 叫做 進出這個少館所的 一個小朋友 結果 結果 在他小時候 被Apollo 真正的 正室的妻子 領養了 那 就說 不是自己生的 但也是把 Adoris 叫做 事如己出 Apollo 他自己 因為Apollo 留下了很大的 一筆遺產 所以 其實可以說 Adoris 是 生長環境 是很優越的 其實是 不是 他生長的環境 不是優越的 他是被領養了 之後 才是優越的 領養之後 是很優越的 但是 他自己也是 不甘心 在 做一個 很 辦公室的生活 可以說 不甘心 於是 他自己身上 畢竟是 留著 前拳王的 血脈 所以 他就希望 可以憑自己的 實力 去打出 他自己的 明星 當然 他自己也是 有 做一個 拳手的天賦 於是 Adoris 就去找 已經 去引了的 Rocky 去做一個 教練 他已經倉老了很多 對 龍哥已經 真是 龍爺 可以說是 龍爺 這部電影 其實 有Rocky 這個人物 沒有Rocky 系列應有的 聲勢 因為 那時候 Rocky 這個系列 未上 甚至是 拍攝的時候 都已經有一個 很大的 宣傳功勢 這部電影 上年已經宣傳 我有留意 我有留意 有Trailer 有 但其實 不算特別 非常忠目 應該是 都算 如果是Rocky 一定會知道 但是 如果不算 太過 留意 這個系列 可能會直接 skip 的 而且 導演 Ryan Coogler 也不是 想再次把 Rocky 這個角色 推上大眾視線 為一個主要目的 而是 藉由Rocky 這個角色 去創造 一個 後代的人物 是 是 這一集 很當然地 吸引到 史太郎 出來拍 當然是 劇本上 比較豐富 第二 就是 它裏面有很多 很多的致敬元素 是 不停地說 大那些 我不說 例如 你說 故事的主軸 是 哪個角色 像前一集的哪個角色 這些我不說 但裏面有很多 細節的東西 看得出導演 其實很了解整個系列 是 例如 練阿多里斯 的時候 找一隻雞 追雞 還有那個 第三集 有講過的 拳館仔 還有 很多很多 不同的小元素 你都會見到 其實導演 真的可能 看過整個系列 都不知道多少次 才可以寫得出來 真的 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做足了很多功課 亦都是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一至六集 是整個人物 所有人物的心裏面 可以全成下去 第七集 這裏都是可以的 是的 剛才阿朗所說的 就是 向前面系列集數的 很多致敬 和一些傳承 但是 其實導演的目的 其實很顯然意見 就是 和 Krid sorry Doris Doris 這個人物的動機 一樣 就是 他不想背負著 他父親 Apollo Creed 的功名 而是 他真的想 用自己的拳頭 不管他父親的身份 是什麼人 他要打出 屬於他自己的一個傳奇 這一集 其實在技術含量上 你會見到 豐富了很多 拍攝的技巧 處理上 真的成熟了很多 如果你說 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真的 每一集 前面這麼多集的大集 很多不同的元素 混合 炒得很均勻 真的炒得很均勻 但是 這碟菜是很OK的 我自己覺得 這碟菜還是很好吃的 當然技巧上 是有所躍進的 而且 這部戲裡面 如果沒有記載 是第二場的拳擊我 是嗎 第二場的拳賽 是用了現在很盛行的 一鏡到底 第一場 第一場真正的比賽 第一場真正的比賽 第一場真正打的場面 就是用這個 一鏡直落系 由飛鳥俠 就是這個Birdman 之後 是這個一鏡到底 的而且時刻都開始用 甚至乎 讓人覺得是有一種很濫的感覺 但是也很難承認 就是這套Crete 這個長鏡頭的設計 其實是很精密的 其實我覺得是 甚至我會用出色來形容 這個鏡頭 是 對了 當然 當然 講起這部電影 沒有理由不講龍哥 史太龍 龍哥自然就在這部電影 不再是一個主角的角色 但是其實 Roccy這個人的形象 那個氣概是還在這裏 但是地位變了 心態也是隨之要改變的 那麼 龍哥退居二線 做一個指導的角色 其實就是第五集裡面的角色 是的 就是教一個 是一個比起 那個Tommy 叫做生吃得多的一個人 是的 但是 當然 也是在劇本上 也是 作出一個調整 就是 對應它 因為已經是一個很年老的一個 歲數了 開始體弱了 甚至乎 也是寫到 Roccy是有癌症 也都是跟之前的 Micky那條線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還有他老婆也是生癌症 所以都是跟之前的呼應 是啊 我想如果家人就是看這個時候 如果有時候看這個Crit的話 都會看到Roccy 在病倒的時候 那種狼狈相 即化療的時候會暈 吐等等 其實跟他以前 龍哥那種硬漢的形象 是完全不同了 難得地 龍哥這個人 因為之前 龍哥拍攝的電影 不單止樂旗 第一地 Rumble Rumble Expandables 是的 是的 這個轟天馬上也是 非常之黑的一個形象 但是突然之間 你見到他肯演一些 這麼慘的苦情戲 其實你會覺得 一來是錯誤 但是又覺得這份演繹 是很動人的 是 我還未看 不過我又看看 他是一個 癌症鬥士 還是受到癌症之後 真的衰得很厲害 但是他之間有個互動 很多互動的好看 很多互動的好看 嗯 是的 我不劇透那麼多 是的 自己也是 是的 其實 我們說了這麼多 好像這部戲很出色 但是 其實都有一些缺點 自己都覺得 就是這部戲裡面 其實 當然 拳手都會有愛情線 很多拳手都會有 但是 這部戲裡面的愛情線 其實我個人覺得 比起主線劇情來說 是處理得很麻煩 是的 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 當這個女性 第一個時間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少少 可以塑造到 兩個一起都是在追夢的人 大家為了自己夢想奮鬥 兩個都是同在同一條道路上 有一個相遇的時候 有一種火花在那裡 但是這種火花很無奈 就見不到 我猜跟之前那些 跟Adrian很不一樣 就很難相提 因為之前實在太過經典 太過深刻 送做得太成功 太成功 還有 你說 我看Rocky 整套戲 我又不是敢看他的歧視 看他一二集 你問我 我不會定義一個拳擊電影 我真的會覺得是一個愛情片 我會當是一個人的人生 看一個人的人生 看一個人的人生 看一個傳記 看一個傳記 好像看了一本那麼長的書 這些都算幾明顯的缺陷 但盛在這一部CREED 即是要繼承Rocky 但其實情感是相當真摯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真摯 對Rocky有多少認識 我覺得也要去看一下 但很難 好像戲院上了 很麻煩 不知為何 我現在沒有獎拿 對 很慘 有什麼獎拿 剛剛 是奧斯卡 都叫有提名 剛剛過了奧斯卡 這部戲 摸獎你少人看 只有龍哥有提名 有提名 難得 但最後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龍哥最後拿不到 很難再有機會來看 是啊 真的不知道 他拿了很多個男配角 好像金球獎 是吧 好像是拿了 有幾個男配角已經拿了 這樣也不給他 但是奧斯卡不給他 我認識的 不過聽你這麼說 Mark Rylance 是值得的 是值得拿的 有時候贏輸都未必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遇到好的對手 還有Rocky 我覺得是有一種 好像第一集那種 他輸了 但是別人覺得他贏了 是 有這種感覺 但是 Rocky Braboa那集也是 第六集也是 都是輸了 別人就當他贏了 其實那些人以為 不看Rocky 別人以為Rocky 打傷都贏了 其實不是 他是輸多贏少的 我算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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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輕的聽眾 都 Rocky這一個角色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一個被看不起的人 其實 但是人窮 最重要是知不窮 全世界都看不起你的時候 只要你不要看不起自己 而你覺得你是可以闖出自己一片 那就很應該放手去做事 還有一個信念 不是你有多厲害 是你經歷多少挫折 你仍然肯再踏前一步 去一個核心的價值 這部電影 沒錯 這部電影 真是 希望各位聽眾 聽完之後 如果是沒看過的話 都真的要快點 年輕人值得看的 真的 真的是一個好的教材 Rocky這個人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應該還有樂器迷做 有 我們一個星期做兩集 沒錯 下個星期 我們應該就是 奇斯洛夫斯基 是的 就是奇斯洛夫斯基 逝世二十週年 我們下個星期會 一個星期做兩集 一個星期做兩小時 不是 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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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兩天做 講一下奇斯洛夫斯基的電影 去講一下 我們不是星期三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下個星期是二、四 看看時間 雖然我也是一個小粉絲 奇斯洛夫斯基 看看你們說哪幾套 看看我熟不熟 就沒有Rocky 記得那麼熟 我有看過十屆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